猪肉 猪肉 猪肉是吧 对 就是绘兵里面必须放猪肉对不对 对对对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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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过的 你看 两个放箭都满满的 这被打电话再来打包 没啥多了 两个配奖都做满了 嗯 就是 就是两个放箭就满了 就是 两个 东边我还有一个 东边我还有一个 嗯 好 放箭 打包就好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在路上拦了一个出租车 问大哥拿油好吃的 大哥直接就给我带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省道边上 然后一个农家饭店你知道吧 农家饭店 省道边上什么都没有 就对面一个加油站 然后来了停的车还不少 车真的很多 都是来吃饭的 咱们也尝一尝海鲜汇饭 姐姐 你们现在这个饭了多少年了 饭了14年了 14年了 嗯 这个海鲜汇饭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区对不对 对 就是汇头客 它们这个找来的就是 这个都找来的啊 你这一天啊 你们买多少家 三家两个家 三家两个家 还挺美啊 不行 这个菜我给吃啊 两把驴拉子 这下等会儿都给吃这个菜 是不是 对 两把驴拉子 嗯 这个是什么菜 这是猪皮 猪皮 多钱一份 10元 10元 这个是什么驴 这面条驴 我以前嘛就是每天的 我自己的菜两个刀 今天我煮十碗 每天我煮二的分 这是预定的 提前打电话要来 来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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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年老主妇了 香菜 辣子 葱拌的这个 凉拌的辣子 是我们山东人必备的 我们说每年冬天 不是每年冬天 每年夏天的 每桌 每家都必备菜 我一次这个好有感觉 回到小时候 我现在不怎么做饭了 也不做这些菜了 来一家 辣子绝对好看 一口味道小时候 他家的是 小碗二十五 小碗二十大碗二十五 这一碗 有点油腻感 然后 这个饼应该是半发麵的 按碗里泡的时候 不会用掉 嘎嘎不是和谦吗 他说嘎嘎吃海鲜 说我没文化 看猪肉是提味的 但猪肉炒出来特别佳 不油腻 所以这辣椒我能吃两盘 真的是 现在不经常回家 吃不到这种味道了 但是我小时候 我奶奶特别爱做这个蒜 就没人家自己种香菜 种辣椒 吃了这个我就感觉 我今天真的没白来 吃了这个 咖喱有点小 但特别香 优点就是没有啥子 是不是香 你奶奶奶 看见你都要快吃了 真的是 认真没白来 这个消费我觉得还是 稍微有一点贵的 但是人家说 这边的消费 从于差不多都这样 看大家还算优贵的 可以吃这一份碗饭 吃这一份碗饭 我是有筷子和手瓶用的 这家店是速度车司机把我推荐来的 他把我拉到荒郊野地的 我吃完饭回不去了 来好好的回不去了 开几个小 吃